众所周知,在国际上,中国的基建世界文明,甚至外界还给我们起了一个称号叫做基建狂魔。 以我国目前的实力,我国完全能配得上这样的称号。 之所以这么说,是因为中国在近些年亮相了一系列大规模基础建设和超级工程,可谓是惊艳了世界。 尤其在铁路方面,截止2022年底,全国铁路运行里程已经达到了15.5万公里,不难看出目前中国的铁路实力正在领跑于全世界。 看到中国的成绩,作为我们邻居的印度可不服气,他们的愿望可是成为亚洲强国,因此非要在很多方面与中国摆摆手腕,但结果却屡遭失败。 此前,印度试图与我国争夺亚洲第一海军与第一空军,但由于其国内军工业的落后一直没有成功。 对此,印度自信满满的转战阵地,欲在高铁领域惊艳全球,还宣称要赶超中国。 近来,印度传来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,他们花费18个月的时间赤9.7亿巨资建造了一辆性能优越的高铁。 据悉,这一列车叫做范德巴拉特快,以为致敬印度,它的生产是印度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计划的一部分。 致敬印度号列车的最高试验时速180公里,有半高铁支撑。 在此之前,印度的长途火车使用的是英国殖民时期建造的铁路系统,年久失修事故频发。 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,印度着手于高速列车的打造。 印度人的心中充满热情与希望,因此印度媒体称,致敬印度号列车是全印度的骄傲。 致敬印度号不仅拥有16节车厢,还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奢华内在。 列车内部装有空调,座椅是真皮材质的,光是肉眼看起来就光鲜透亮。 每个座椅都配置了液晶显示屏,坐在列车上的乘客在无聊的长途跋涉中可以看电影消遣。 甚至每个座位上还配备了一副耳机。 此外,全车实现了WiFi网络覆盖,车厢内除了可降解功能的真空马桶外, 还配备了发光二极管等照明系统,以及随着室外温度变化时时变换的气温控制系统。 从这些奢华的内在可以看出,印度确实是铁了心要与中国高铁一较高下,甚至不惜下了血本。 不少美国网友大言不惭地说,这样的高铁绝对甩中国高铁一条街,印度亚洲第一的硬实力也被展现得一览无语。 印度总理莫迪看着致敬印度号列车很快就要准备运营了,内心也是自豪无比。 他开开心心地参加了剪彩仪式,但这辆列车从第一天是运营开始就没让他省心过。 就在2月15日,致敬印度号刚刚举行完剪彩仪式,驾驶员开着列车,屁股还没坐热,列车就出现了故障。 据报道,在首次开通运行时,印度遇到了大雾天气。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致敬印度号列车姗姗来迟。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,列车才缓缓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。 要知道,这条高铁的完工让印度人民的心中充满了希望,毕竟这条高铁一旦投入使用,他们距离超级大国就更近一步。 有的人在凌晨时分披着夜色来到了现场,只为一堵高铁的威风。 不少媒体人也在大雾中现场直播,只为向世界展示印度制造高铁的风采。 高铁的缓缓来迟已经让不少民众不满,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在场的印度人羞愧万分。 这辆凝聚着印度人大量心血的自造高铁,刚跑出去没多久,突然在半路上抛锚,车头冒起了白烟。 就连后面的四节车厢里也浓烟滚滚,列车的某些部位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故障,失去了动力。 这可把列车驾驶员吓坏了,现场正直播的媒体也近若寒蝉。 尴尬的气氛弥漫开来,原本欢呼雀跃的人群也都默不作声,低头不语。 印度官方怀疑,他们的高铁刚开出去就撞到了铁轨上的牛群,导致刹车失灵。 从现场传回的画面显示,一头小牛钻到了列车下面,导致最后一节车厢的通信设备瘫痪。 整个车的控制系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,列车一路逆行了35公里左右。 第一天是运营就出现这种事,列车里的不少乘客都吓傻了,因为这辈子就毁在致敬印度号上了。 但印度官方对这种情况好像见怪不怪,他们脸不红心不跳地叫人把高铁拉回厂子维修,列车上的乘客和记者不得不采取其他方式回到新德里。 撞到牛这件事看似荒诞无比,实则是有迹可循。 在印度,由于宗教的原因,牛一度被视为神圣的动物,牛象征着繁衍后代。 印度人民不仅不能吃牛肉,就算想养牛还要经过专业的考核,拿到专业证书才行。 除此之外,印度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牛类委员会,它存在的意义是保护和饲养奶牛。 就在今年,这个机构还公开表示,以后每年的2月25都会举行牛学考试,这个考试也将成为国家惯例,每年都会如期举行。 由此可见,牛在印度的地位简直高得难以想象,简直为牛使战。 既然牛在嘈杂拥挤的街道上,可以慵懒地漫步,过往的汽车也要给他们让路。 那列车要给牛让路是不是理所当然呢?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,这辆列车出现了这么多次事故,竟然还有胆大的印度人前来乘坐。 时间来到第二天,致敬印度号又一次被拉上路。 也许是吸取了上次抛锚的教训,这次路上确实没有出现神牛撞车的事故了。 并且每个开关都很正常,车厢门也可以很顺利地闭合,看来这是个好兆头啊。 但车开到半路,车厢又频频出现问题。 部分车厢冒出白烟,车厢里的乘客们被熏得够呛,眼睛都睁不开了。 他们吓得赶紧出逃,其中有人边跑边说,宁愿去挂满人的火车也不愿意来这受罪了。 出事后,印度慢悠悠地叫来日本的维修人员。 休礼大半天后,当天下午,列车又可以继续行驶了。 不得不说,这辆列车确实很争气,这回总算没事了吧。 很不幸,这辆列车再次受到撞击,这回的伤害还是双倍的,发生了什么事呢? 下午,高铁在运行的过程中,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石子直接击碎了玻璃。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,夜色朦胧,列车返回时撞到了一辆横穿铁轨的摩托车,摩托车瞬间被撞得稀碎。 这次致敬印度号列车的车头出现了严重变形。 两次撞击事故,导致列车不得不被迫停下进行检修,这回连维修厂都回不去了。 车上的旅客这回吓得魂都飞了。 一名印度乘客说,此次事故给自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心理阴影,以后再坐火车都会害怕。 看到这,你是不是以为这辆列车就光荣退休了呢? 印度铁路负责人声称,之前的几次事故都是意外,从这也能看出来。 他们的列车质量绝对处于世界一流。 看来,这几次事故依然不影响印度人的高度自豪感。 来到第三天,这辆列车又坚强地被拉到铁轨上。 但当天下午,致敬印度号就停止运行了,其原因让人哭笑不得,甚至大跌眼镜发生了什么呢? 原来,不是不想运行,而是根本无法运行了高铁控制室的开关都没办法开机了。 车里的豪华设备也全都被乘客拆卸下来,装紧腰包通通带走了。 站在车厢内环顾四周,夜景显示屏,耳机就连真皮沙发都被人连夜搬走了。 车厢里顿时间成了一副空壳子,什么值钱的宝贝都看不到了。 原本每小时还能跑130公里的列车,现在跑66公里都费劲。 致敬印度号列车刚刚运行第三天,就让印度政府遭受了如此严重的损失,这可把印度官员气坏了。 他们立马召开新闻发布会,要求拿走的人们自觉归还。 这个时候,有好多乘客都不乐意了,一个座位配备一个耳机,这耳机不就是乘客用的吗? 再说了,我们上车前交了车票钱,我拿走了又怎样? 你们还不是稳赚不赔。 最终,由于涉及的人太多,再加上印度警察办事不力,事情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。 无奈之下,印度只好将这辆特快号停运了。 一辆平平无奇的高铁出现在印度,竟然可以发生这么多奇葩的故事。 最搞笑的是,致敬印度号原本被命名为18列车,由于这是第一辆完全在印度制造的列车,为了展示其在印度历史上的地位,因此更名。 我说,还不如叫18列车呢? 印度铁道与能源部部长皮尤石,戈亚尔曾形容其为铁路和国家的骄傲。 致敬印度号运营在即,戈亚尔曾经为了向全世界展示印度制造的高水平,在推特上自豪地写下,看看印度制造倡议下的第一辆准高速列车,以闪电般的速度急驰而过。 结果,很快就遭到视频的原发布者贾斯瓦尔无情打脸,成部长转发的视频,播放速度是原先的两倍。 遭到群嘲。 要知道,印度宣称的高速放到中国根本排不上号。 中国的高速列车的运营速度最起码要达到每小时200千米以上,复兴号动车组运行速度更是达到了350千米每小时,秒杀致敬印度号高速列车。 与它速度相当的只剩下普通直达列车,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式绿皮火车时速为160千米,而早在20年前就已经落地运行。 只能说印度的铁路建设,无论是从车辆还是管理方面,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 毕竟,现实可不像印度高速列车宣传视频一样,通过视频剪辑处理,把播放速度提高至两倍播放,就真的能实现印度所吹嘘的闪电速度。 官方造假被识破实在尴尬,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十年的印度人更是坦言, 印度铁路、列车和车站赶上中国至少还要50年。 。